今天我们继续讲我们一系列的信息 今天讲题是圣经有关人的独特性及自我的指导 那上次我们讲的题目就是说 我们要常常意识到人的独特性还有自我 我们讲到因为人性不同所以导致情意不投合 所以就不能够合一在一起 不但不能够聚在一起 有时候在某种情况下一定要在一起的时候 那么因为人性不同就产生误会而不能够合一 因为每个人都有自我 所以不能够合一的时候就冲突了 因为我们总结的我们是对的 别人应该照我们的方法 那对方也认为他们是对的 我们应该照他的方法 所以分散是因为情意不投合 但是冲突是因为物语 还有固执己见 请注意我们等一下要放个图画 那每两个图画看起来是相似的 但是有不同的地方 所以请大家用你们的注意力 不但眼睛 而且用你们思想观察 两幅图画有什么不同 所以请大家注意 最后四个图画的图画 什么是两个图画的差别 用你的眼睛看起来 感谢观看起来